登入月球 人類会看见什么模样 新媒体艺术家黄兴健 用VR虚拟实境呈现 以前可能登月都是 像是从这种国家旗的 这种金钱财力 才能够资助 但我们两个艺术家 我们今天用VR 我们也可以让观众去体验 如果说艺术家是第一个 登上月球的话 那这会是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去切入 台湾知名新媒体艺术家黄兴健 此次带着三件作品 受邀请往坎城展出 获得国际肯定 包括巩俐与鸟人导演阿里安卓 与地心引力导演艾芳索克朗 都争先欣赏 其中作品高空 模拟空中破碎残骸的虚拟体验 我们其实把这个舞台设计在 一个在纽约大概是 旗舰英尺的高空上面 那你本来是在一个 好像是很安全的环境里 但是随着飞机逐渐接听 你会发现说你是漂浮在空中 而黄兴健的VR 不只让人有超现实体验 他也琢磨许多民间信仰习俗 像是和林强合作的作品 让七爷八爷 这个台湾人熟悉的传说 在缤纷的色彩下 不再令人害怕 而是宛如温暖的存在 还有74届威尼斯英战 夺得最佳VR体验奖的沙中房间 同样探讨民间对于生死的观念 那钟医生的话 他就是西藏相信说 人在七七四九天死后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意识跟记忆逐渐消散在这个天地之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是创造出一个 只有黑跟白的一个世界 那观众他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黑板 因为我们觉得黑板去象征人的一个记忆 就是他会不断地在书写 但也不断地在擦拭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黄兴健认为探讨在地民间信仰 更能吸引世界聚焦 了解他们未知的实物 而黄兴健也建议创作者多做多事 或许就有一件作品会广受欢迎 让你迈向成功 记得天地珠光宏采访报道